貓奴武統中國 今天這個名字可能會讓所有的人 不管你什麼立場都會覺得很困惑 不要著急讓我慢慢解釋 首先這個節目到後面會比較沉重一點 我們先來講開心的 兩天以前蕭美琴 台灣的副總統蕭美琴去參加了台灣的一個寵物的博覽會 在博覽會上有人就遞給他一隻橘貓 因為他不怕人 對 來 那他會願意給我抱抱嗎 他可能會 因為我也想要鑽 因為我也想要鑽 真的很多 他是男生還女生 他是女生 女生喔 對 就是同事拉了 然後生病復原之後 就是領養這樣子 那幾歲了 我的四隻也都是 他現在一歲多 那個水果好像有在我們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啊 沒關係啊 我們要把醫生給送一給你 謝謝 因為蕭美琴他自己領養了四隻流浪貓 所以這一看就是一個專業的貓奴是吧 尤其是當你第一次接觸到一隻貓 這隻貓是在公共場合的 很不安 他把它先拿過來放到自己肩膀上 首先先避免跟他進行眼神的直接接觸 貓對陌生人其實這方面是 你直接盯著他看他會覺得你的威脅他 然後放過來 然後讓他的肚皮貼緊你的身體 貓最脆弱的部分是肚皮 這個時候相當地把它保護起來 然後手你不能夠 首先不能逆著貓摸 順著貓摸 摸後脖頸摸耳的後面 這兩個是貓最有撫慰作用的對貓來講 因為小貓的時候老貓就是叼著後脖頸 這兩塊是他最安心的地方 然後順著毛慢慢地摸 聲音放輕 這是一個我們標準的貓奴才會做出來的動作 其實跟抱小朋友差不多 那麼在這個圖裡面我們看 蔡英文他是既養了狗又養了貓是吧 他抱的是他自己的貓 所以這是他自己家裡面拍的 不是在公共場合 所以無可厚非了 他家都那麼保 但是當中賴清德很明顯不是貓奴 當然賴清德本身也不是 他是喜歡狗 而且他也領養了一隻 少了一隻前腿的一隻流浪狗 但是你看他是在公開場合 也是別人递給他的貓 就把貓這麼抱著 你想把貓肚皮完全暴露在外 而且你看這個貓的耳朵其實是扁平的 其實也有點跟習近平手裡捆的貓有點一樣 耳朵有點扁平的有點敵意的 所以賴清德一眼就看出來 是混入我們貓奴的隊伍裡面的間隙 是一隻狗奴 但是狗奴就狗奴吧 大家都是奴才是吧 狗奴雖然比我們貓奴要稍微低等 但還是屬於能夠接受的對象 老習這個動作是標準的錯誤動作 一個陌生的貓你突然上嘴 這個是絕對不行的 把你推開算是賞臉的 一般就一爪子上去了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蕭美琴在博覽會參加完了以後 他發了一個社交媒體帖子 這個不是在推特 也不是在Facebook上 很多人以為是假的 他是在Threats 就是Facebook旗下的一個 類似於推特的這樣一個社交軟件 Threats上就發了這個視頻是吧 然後他還講我前兩天問蔡英文 要不要出來逛寵物展 他說要繼續當宅女 而且還at了賴清德說他形成太忙碌 所以我代表兩位來採購賴清德 下面就是本人 說有你有幫我看斑斑的飼料跟水碗和項圈嗎 斑斑就是他賴清德去年領養的這隻狗 他其實這個狗的左前腿是沒有的 然後這個狗現在相當於是總統府里面的頭號寵物 就好像英國的首相府 頭號寵物拉里那隻貓 然後蔡英文下面也跟了個帖說 你沒跟我說有貓可以抱 這樣我就會考慮出席了 這個對話我一開始也以為是別人捏造的 是吧 後來我發現真的是真真正正在這兒 你看這是蔡英文的threat賬戶 42萬粉絲 賴清德24萬粉絲 這都是官方打籃標的官方賬號 三個國家元首 一個前元首一個現元首 還有一個是副元首 或者說下任的元首的熱門人選 這樣的互動 而且這樣的互動是以中文來實現的 真的讓我這個貓奴覺得是如夢似幻 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樣的貓奴 就是中國出生的像我一樣的貓奴 或者說動物愛好者 也包括那些狗奴 是吧 這個都是一輩子做夢都想見到的場景 台灣人或者說在西方的人 你們可能無法理解 在中國的動物保護人士 在過去這20年里面經歷了什麼樣一個過程呢 我自己有兩隻貓 也都是撿的流浪貓 還不是我去寵物店領養的 是我就是在街頭撿的流浪貓 然後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也參與了一些動物保護人士的一些活動 那就很早的時候中國就開始有大量的捕捉野貓是吧 然後送到有些省份去吃貓的或者吃狗的 送到某些省份去屠宰 然後中國很多動保人士就會去攔這個車 那是相當的勇敢 為這個事死了其實不少人 只是你們沒有聽到有報道 然後也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 因為很多人特別的不理解 尤其是中國老一輩的人特別的不理解 這是畜生啊 這一車的畜生啊 而且這是人家的東西是吧 本管說人家是偷來的搶來的 你又沒有什麼法律依據 你去攔人家車幹什麼 所以我只能以支持資源的方式 以及在當時的中國的一些論壇 或者社交媒體上是提醒大家在這方面的注意 你想已經過去了 就最早的我印象里面 中國開始動物保護的 就是在2003 04年那個樣子 我那時候剛在上海的時候已經有人做了 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了 中國依然沒有制定任何的動物保護法 除了所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對於其他動物 尤其是經過幾千萬年的進化也好 或者是被動的巡化也好 跟人已經形成了某種特殊的紐帶關係的伴侶動物 貓啊狗啊這樣的動物或者說寵物 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律 你可以依據去保護他們 或者說去幫助這些他們的主人 或者幫助這些動物愛好者 對他們適宜保護 雖然說在2010年左右曾經有過提案 然後後來這個提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你去問一些法律人士 為什麼不制定動物保護法是吧 他們會給你各種各樣的技術上的難題 比如說你這個制定了以後 別人殺豬啊殺雞啊這個事兒 中國人不是喜歡吃活魚嗎是吧 活雞活殺嗎 這種怎麼解決是吧 這還是屬於願意跟你掏心窩說話的人是吧 其實真正的政府部門壓根就不踩你啊 不管這些動保人士多麼的積極的去呼籲 壓根就不踩你 而且動物保護早些年還只是說防止他們 很多人偷貓啊偷狗啊 然後到了大概2010年左右的時候 開始慢慢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生態 中國有很多人 尤其是曾經暴露出來同紀大學吧好像是 大學生開始去通過領養貓是吧 別人說我這有貓要領養誰要啊 領養過來 看起來說我要照顧它 其實回來進行虐殺 一開始只是自己私底下虐殺是吧 但是後來開始發展成為拍攝這個虐殺視頻 甚至可以放到網上去出賣去牟利 現在在中國這個虐殺動物貓啊兔啊狗啊 這個已經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就類似於抖音視頻的這種完整的產業鏈 怎麼樣策劃啊 甚至還有劇情啊是吧 怎麼樣玩出新的花樣 怎麼樣可以比如說讓折磨的時間延長的更長 讓它死的更慢一點更慘一點 怎麼樣去製作 怎麼樣包裝 怎麼樣分發 怎麼樣盈利 而且甚至已經不再僅限於 向中國的潛在用戶去分發 去出售這些視頻 已經開始流傳到世界上 以滿足各種各樣對於這個東西 有變態心理需求人的它的需要 具體他們做了什麼 我這面不方便描述 我覺得哪怕我描述 我們這個視頻都有可能會黃標 更不用說把這個世界的視頻跟音頻放出來了 我也曾經克制著極大的憤怒 極大的絕望 看過這些視頻 作為一個記者 我必須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就相當於是 比如說你看到哈馬斯在以色列是吧 那時候10月7號曾經幹過的 針對孩子做了一些事情 把孩子放到微波爐或什麼樣子的 你根本就不用去看這個畫面 你聽到這個詞 你的心就會揪得很厲害 然後你把那種痛苦放大100倍 你就能夠理解我當時看那些視頻時候的感受 然後因為我接觸了很多中國的動保人士 他們是親身去參與營救的 有的時候已經不是營救了 就是去收屍 所以你能夠理解他們親身 淚如雨下的把這些貓的殘肢或者說殘骸去掩埋 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是經受什麼樣的創傷 我知道有很多中國人會去批評這些動保人士 在中國的動保人士 我不是在說西方 我是在中國的動保人士 說你們太極端了 那是你們不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地獄 我很欽佩 我其實真的很欽佩 很多中國的動保人士 即便經歷了這樣的地獄 即便他們的很多組織NGO受到打壓 依然在堅持 依然在要求中國立法反動物保護法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很無奈的情況 去年中國曾經有個網紅叫做捷克拉條 被人發現這個人上傳了很多慘無人道的視頻 而且還有很多挑釁的言語 就是針對這種 中國有一種人 就是說你們這些動保太極端了 所以我就故意去針對你們 你們不是怕別人殺貓嗎 我就故意衝著你們這個情緒殺給你們看 所以這個網紅就上傳了很多 然後被人扒出來了 但是中國沒有法律能夠制裁他 所以這些動保人士萬般無奈 他們採取了什麼方式 他們要求用尋釁滋事罪 就是中國著名的用來打擊抗議人士 或者打擊言論的尋釁滋事罪 來治捷克拉條 就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 這個人並沒有入罪 很諷刺吧 就是你想要推進法治 希望中國能夠立這樣一個動物保護法 立不來我就要去用尋釁滋事罪 來幫我出這口氣 當然我也不能指著他們 這是他們在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之外 能夠想到的唯一的可能的辦法了 所以當我講述了這些背景之後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當我看到台灣或者說中華民國是吧 那必須是用漢字 可能很多人也覺得它是另外一個中國 或者中國應該有的樣子 這個國家的前元首現元首 可能是下任的元首 他們在同一個帖子里面熱烈的討論狗狗和貓貓 台灣是1998年制定的第一版的動物保護法 之後連續20多年經歷了多次的修正 現在台灣的動物保護 基於我有限的知識 我認為在亞洲已經是比較領先的了 98年當時也是台灣發生了 好像是軍隊里面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軍隊里面發生了這個虐狗的事件 所以在民間動保人士的呼籲下 就制定了動物保護法 直到現在是越來越健全 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 也打破了中國的那些法律界人士 說辯解說中國為什麼動物保護法 這是跟民俗跟傳統有關的 那你就是在說台灣不是中國 你是標準的台獨分子 應該判死刑 即便是全世界以吃狗肉而聞名的韓國 韓國應該是在比台灣更早 1992年左右就制定了動物保護法 韓國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制定了一項法律 說到2007年1月份 就是過了三年之後 韓國會在全國禁止所有的狗肉貿易 就是不准再養狗殺狗和賣狗 把狗作為一種畜牧業的動物去飼養了 在韓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的吃狗肉傳統的國家 現在都已經變化至此 而中國呢 大家知道第一步 全世界第一步的動物保護法是哪個法律嗎 是1822年英國制定的禁止虐待動物法令 也叫馬丁法令 因為撰寫法令的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叫查理馬丁 1922年現在是2024年 整整202年以前 英國有了第一步防止虐待動物的法令 中國官方為什麼反對制定動物保護法 我個人認為很簡單 就像中國官方為什麼不去保護 充分的保護未成年人兒童 包括保護女性的權益一樣 因為如果你的法治太健全的話 不利於它的底層去實施某些東西 會給它的行政帶來額外的一些成本 所以這些成本只能讓這些弱勢群體 讓孩子讓女性 讓最弱勢的動物去承擔 所以在中國官方層面來講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跟人權是一樣的 人權高了 我的寵制成本高了 而且人權高了以後 大家就開始跟我索取各種各樣的東西 我的成本就會不斷升高 那我就影響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 其實有很多反對中共的人 他們也反對有什麼動物保護法 也反對女權 女性權力不能太高了是吧 在很多時候 他們會打著西方保守主義的旗號是吧 因為他們反對極左 反對西方的一些極端的動保環保是吧 人權組織等等這樣子 會不會打著這些旗號 事實上跟中共站在同一個戰號裡面 有很多人就看待保守主義 還認為保守主義 就是應該保守自己的所有的傳統是吧 但是其實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它真正的含義 其實在五六十年以前 它就是liberism 所謂的保守主義 是保守自由主義 你要保守什麼 如果要保守露俗 露喜你也能稱之為保守主義嗎 正相反 保守主義要求主張的 尤其它是以很多時候 是以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原理作為主張的 要保守每個人的權利 乃至於要保守動物的權利 為什麼英國在1822年制定了這樣一個反對虐待動物法案 因為聖經理規定 雖然說聖經理規定人的確是比動物要高一點的 但是人應該去管理動物 應該抱著一顆仁慈的心去管理動物 上帝創造其他生靈不是讓你虐殺的 而這個東西在中國傳統裡面是沒有的 當然盧家裡面也不是沒有提到過 比如說孟子勸諫梁慧王就提到過說恩吉禽獸 他說梁慧王嘛 你既然看到牛被殺都不忍心是吧 你都恩吉牛了 你為什麼不實行人勝是讓你的人過的更好呢 他其實更多的還是強調於 人權要高於動物的權利是吧 這當然是正常的 當然是應該的 人權的確是要高於動物的權利 但是你想中國古代人權已經很低了 然後比那更低的話還能低到什麼樣 動物完全就是當物件一樣 我可以隨便用來擺弄或者是淋月的 所以中國的傳統裡面是沒有這一塊東西的 孔子認為人和禽獸的區別在於什麼 人有益禽禽沒有益 所以正因為禽獸是無益的東西 他對別人都沒有益 所以你對他沒有益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是合理的 所以在中國的傳統裡面 是沒有這一塊東西讓你去保守的 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反感西方的極端動保是吧 我也很反感 尤其是那些要去偷竊別人的財物 要去強行的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改變別人的生活習慣 你吃肉我要各種羞辱你 你吃肉你太可恥了 你禽獸這樣子 我是反對在西方本身已經在全世界最健全的法治環境下 去用這種不法治的方式去強行去改變別人意見的 它並沒有效果 只會讓人反感 也不利於他的觀點推廣 所以我是反對的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正在發生大量的收集小動物 然後去以各種花樣去虐殺 然後拍視頻 盈利讓大家獲得樂趣的這樣一個生態 這樣一個巨大的互聯網生態 那能是一回事嗎 我的標題叫做貓奴武統中國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你是難道說 你要讓台灣領導人去武統中國嗎 台灣人可能會說我們才不要武統中國 我們只想過好現狀是吧 過好我們這個日子 你不要來反我們就好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在我看來貓奴狗奴這些自遷的稱呼 其實就是一個人對於這種大義的追求 如果用儒家的話語來說 又對大義的追求 用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念來講 就是對大愛的追求 對基本權利的保護 很多人一說到動物權利 或者說到女權就說 中國連基本的人權都還沒有 說什麼女權 說什麼動物權利 正好相反 我個人覺得中國反而更加需要通過 向女權和動物權利 來促進中國的人權的改變 為什麼 中國靠自己是不能實施這樣的改變的 它必須要靠外界的充分的壓力和聲音 但是老實講以前有一個華爾街投資人 我還做過節目 在跟人連線的時候就說 中國那些什麼維吾爾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這事是不對 但是跟我真的有什麼關係嗎 當時很多人就抨擊他 你不能這麼說 但是它的確反映出來西方人的真實的心態 我們就換個角度來講 在非洲 你也知道非洲現在發生了很多饑荒 有很多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是吧 你真的會為之而痛心嗎 可能會有一點點 尤其當你看到電視畫面的時候 但是你還是能吃得香睡得著的 但是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是女人 在中國的女性所遭受到各種各樣的 基於她女性身份的迫害 這個是能夠引起共鳴的 而我相信你應該更了解 在西方動物尤其是像貓狗 這些與人有著羈絆的伴侶動物 它擁有著什麼樣的地位 現在很多西方的動物保護人士 也已經注意到了 中國正在大批量的生產這種虐待動物的食品 他們會經常現在在全世界各地 去打著牌子打著標語 去讓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在很大程度上 是突破了西方人對於人性惡的想象的 以前虐待動物 文貴就是說我屠宰是吧 屠宰人動物太痛苦了 或者有些人會比如說去拍攝野生動物 它會擺拍 讓野生動物承受極大的痛苦 或者打獵是吧 就是為了滿足人的某種樂趣愛好 就是進行無所謂的殺戮 他們對於侵犯動物權利也好 虐待動物也好 直到這個層次 在中國發生的完全是另一個層次的 這個層次已經恐怖到讓他們覺得 你們就是瞎亂說吧 他們覺得你是栽贓陷害吧 人怎麼能夠邪惡到這種程度呢 其實是最大的一個 可以撬動中國以外的民心 去對中共施加壓力的這樣一個方式 如果說采用這種路徑 然後能夠讓中共能夠修一個反動物保護法 這個時候按照儒家的原則 孟子勸見梁惠王的原則 連動物都有這樣的基本保護 我們人的權利 或許能夠促使更多的人反過來 去索取那些本該是屬於自己的自然權利 說起來也比較巧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這種反賊知名的反賊 都是愛貓人士 比如說推特上李老師是吧 頭像就是一個貓 然後多倫多方廉也是個機器貓 他也算是貓吧是吧 五月傘人更加是貓 經常會強勁 我也是個貓奴 雖然我不是什麼著名的反賊 但是我也算是個貓奴 我覺得貓或者說寵物在很多時候就代表了 人的一個底線 一個對世界的基本態度 我相信所有中國背景的喜歡貓的人 如果你們願意去看這個世界的真相的話 你們心都碎過 所以說你在心碎過之後 重整起來的 不能夠摧毀我的會讓我更強大 所以所謂貓奴武統中國 並不說台灣武統中國 而是台灣所體現出來一種有別於中國的傳統 但是與普世價值更接軌的這樣一種價值觀念 這種價值觀念應該來統一中國 我的貓去年過世了 享年21歲 我是在2002年那個時候撿著它 撿到的時候大概就三四個月大 在我當時租的房子前面的草地上是吧 在那打滾 它也算是高壽吧 這輩子也算是想了福了 雖然我離開中國以後沒有能把他帶出來 但是我母親相當於是就把他當成一個孫女養了 養貓讓我有很大的收益 首先第一個他們給予我很大的陪伴 我感謝他們讓我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去愛他們 其次他們也讓我學會了照顧一個東西 其實後來當我變成奶爸之後 我照顧我的孩子的時候 我突然就覺得其實這些東西我都幹過 給孩子換掉布的時候 就像那個時候給貓 鏟貓砂換貓砂是吧 那個貓的屎的味兒 比小孩的屎的味兒臭多了你知道嗎 不算啥 尤其是給小孩洗澡的時候 那給貓洗澡 那有時候我那時候背上了很多 這個地方很多抓痕 就是有個貓拼命的這樣竄出來 我要跑 然後就拔到我鏡頭走走走走 這給小孩洗澡太容易了是嗎 任意擺步 所以這也算是他們給我做了一個提前的育林培訓 我也特別的感謝他們 第三點養貓的過程裡面其實讓我有思考很多 我開拓了很多眼界 給我切換了很多的角度 貓我們之所以喜歡它 其實我個人是更欣賞貓的倔強 相比於狗的溫順和忠誠 我更喜歡貓的倔強 我們之所以作為貓 無非就是覺得貓的這種陰柔之美 但是我們也知道貓其實是在野外 是最凶惡的一種動物 因為它有著非常強大的捕食的本能和本領 而且這個貓它捕食的時候 它並不是就為了吃 它很多時候就是為了玩 就是無端的殺戮 所以貓一度在澳大利亞野外 曾經造成了很大的生態危機 澳大利亞曾經還組織過獵殺貓 甚至是就說我殺一隻野貓多少錢這樣子 一次性獵殺了兩百萬隻野貓 這種東西我是後來知道的 我當時並不知道 但是我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觸動 因為我那個貓它養的比較金貴 那個時候我會給它去買一些蝦 有的時候市場沒有死蝦了 我就必須得買一些活蝦 那時候我突然就意識到 我為了這樣一個生命 只是為了照顧它的一餐 我要屠殺這麼多的生命 而且蝦其實是有痛絕的 是吧 我相信大家主國蝦都知道 它是有強烈的痛絕的 我如何自洽呢 你算是一個慈悲的人還是一個自私的人呢 所有這一切都融入到我之後的幾十年里面 對於整個世界 對於整個人生的思考里面去 類似這樣討論 你會在世界各國關於動物保護法律的制定 和修正里面這種辯論會屢見不鮮 在有些人看來你就是吃飽了沒事幹 但是正是這樣的討論 讓我們人類的倫理 能夠不斷的去自我審視 不斷的去進步 不斷的去再生存 在我們的獸性跟我們的神性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 那個平衡就叫人性 所以所謂貓奴武統中國 也就是人性武統中國